民進黨可能的市長候選人 彼此都不服 三中無老虎 所以眾多猴子就衝出來了這樣 他會比上次要好選多 對手沒有那麼強 民進黨就會 神來一筆了是不是 神會出手了 因為高雄太重要啦 高雄丟不得啊 絕對不能輸 一定 柯智恩基本上已經被高雄人接受了 那知道他是一個夠格的市長 柯智恩在高雄 開口啦 韓國瑜就是開口中的很重 對 誰叫你好 他那個叫做 靠XX就隨著外頭去選總統 氣死有這樣 這一局民進黨確實比較麻煩 因為 上次陳其邁他是行政院副院長 下來接高雄市長 所以他就是眾望所歸 他領先之後 趙天林跟管碧林立刻整合 就是大家都知道 還是缺還是輸陳其邁啦 大家就認了 可是這一次 民進黨可能的市長候選人 彼此都不服了 而且坦白講我們講彼此都不服就是說 他並沒有一個很強的候選人 因為而且我覺得就上次的力道來比較 上次陳其邁趙天林跟管碧林 都比這五個強 你知道吧 結果趙天林出事不能選 管碧林你也知道嘛 海巡署金門那個事件 他要選也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就剛好三個比較強的全部都結束這樣 結果就變成是叫做三中無老虎啦 所以眾多猴子就衝出來了這樣 可是我覺得每一個人 可是亮哥你說他們不強 他們每一個在高雄地方上進也好久了 高雄很大耶拜託 那他們都相當局限 比如說林代華就是鳳山大寮 林代華在高雄市 我講的叫傳統高雄市 坦白講真的不熟耶 是 因為我是高雄市 民眾對他也不熟 他是高雄縣 民眾也不熟 他是高雄縣 然後賴瑞隆就是小港 他以前是海洋局局長出身 因為你也是高雄人嘛 對 才會是 所以賴瑞隆我覺得他的知名度也不夠 那許智傑是一直喜歡出來講點話 可是坦白說他就是局限在鳳山 因為他當過市長 那邱瑞隆 邱瑞隆就一直都在客家區 可是他的知名度很高啊 那個T法務部的部長的大門知名度很高 跟人家扯頭髮知名度很高 可是不是市長的知名度 他可能在客家區農業區比較強 可是你還是沒有那個都會的 因為高雄比較特殊 他沒有完全都會化 所以兩邊都要有本事這樣 其實台南也是這樣 就鄉村城市的那個 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許平春我講白了 事實上很少人認識他 但是他是很快就表態參選的 對啦可是畢竟花媽不能站台 他就是小花媽嘛 長得也很像嘛 對 那花媽的嫡系 那這裡面 因為花媽還有一個嫡系 叫賴瑞隆 所以就會被蓋掉啦 可是我事實上我也跟賴瑞隆講 就是要努力啊 要努力啊 這個高雄 我覺得因為克志恩畢竟選過一次 那這次 2028因為時間 2026時間還蠻久的 不過我覺得那個時候應該 他會比上次要好選多了 對手沒有那麼強 然後也沒有像上次 因為上次嚴格講陳其邁叫連任 你挑戰連任本來就比較難嘛 而且陳其邁真的是 知名度各種資源的掌握能力 各種選票的掌握能力 那個都遠遠超過這幾個 遠遠超過 所以我跟你講 因為你現在是台面上看到 對 如果一直是這樣 如果真的到了2025年 2025年的下半年還這樣 你說還這樣說還是這五個 哪整一下 還是民調數字還這樣 民進黨就會徵召人過來啦 那目前傳出來當然是潘茫安嘛 對 就是會神來一筆了 神會出手了 因為高雄太重要啦 高雄丟不得啊 所以我是覺得 所以我覺得柯智恩是比較謹慎啦 因為他知道不一定是這樣 不過可是亮哥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真的是這五個人 到時候時間接近了 或是真的開打了 難道這五個人對上柯智恩 真的一點機會都沒有嗎 我覺得會非常接近 是 因為不是很強欸 沒有啦 我跟你講不是很強 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啦 就是你出現之後 你整合不了啦 你沒那個能量去整合啦 我跟你講這個 整合裡面有很多奧妙的啦 就是有一些資深的 你要給人家資源啦 你怎麼給 你怎麼給 那陳其邁還有中央的管道 陳其邁好歹那個行政院的力量都還在 而且蔡英文是挺他的啊 所以他可以協助你幫你要到中央的資源 那這幾個哪有這個 哪有這個辦法 所以 而且這裡面最資深的是邱毅營 林黛華兩個人都非常資深 對 對不對 那他怎麼會把你許明春 還有那個賴瑞隆看在眼裡 那這個就是麻煩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整合 整合會蠻辛苦的 我還覺得整合可能應該還好 結果沒想到是很辛苦 很辛苦啦 你如果不夠強就是辛苦啦 真的是這樣 好那因為這一份 你看連那個黃偉哲都整合成這樣 走出台北任何地方整合都很辛苦 黃偉哲第一次選只拿到38% 第二次48% 他在台南兩次都沒超過五成 你就知道他就能量不夠嘛 那賴清德哪有這個問題 對不對 那同樣是台南啊 那碰到的環境 還是一樣都那幾個人啊 黃定宇啊 陳廷飛啊 那些人都一直在啊 黃偉哲你就是整合不了啊 就是這樣啊 我覺得到最後 因為沒有那麼強啦 所以一定是陳其邁跟賴清德 要共同支持的人啊 那我也不認為這五個啊 賴清德跟陳其邁有特別偏誰啦 我真的看不出來 那花媽當然支持賴瑞龍比較多啦 那許明春他當然也支持 然後就看兩個人誰優嘛 我估計這兩個應該是賴瑞龍優啦 那其他就是各評本事 其他三個都是資深立委耶 所以誰能夠說得動 對不對 所以 我是覺得賴清德是非勝不可啦 因為他要選2028嘛 絕對不能輸啦 絕對不能輸 所以如果真的是 民調都一直起不來 我認為會空降 他一定出手 一定空降 那一定是潘汪安嗎 因為只有他壓得過這五個人啊 你要壓得過耶 林又昌下到南部 這誰能接受啊 那潘孟安是大家的老大哥啊 那如果是潘孟安的話 一定穩贏了嗎 也不一定 因為潘孟安 他還是有論文案 他的事也不少 那我覺得柯智恩 基本上已經被高雄人接受了啦 那知道他是一個夠格的市長 那他缺的可能就是上次時間不夠 因為高雄真的很大 那有很多偏遠地方 農業縣 他可能就沒有那麼多時間接觸 所以他這次可能就 韓國瑜幫他點忙吧 所以可以經營基層 經營得更深一點 我們高雄人真的就是這樣 滿重感情的 很重感情 歷史哥也是高雄人嗎 對今天三個都沒有人 我分享個小故事啊 因為前幾個月我弟弟在高雄的店面開 然後我有請智恩姐過去 然後呢剛好我們就 我媽媽朋友啊 左右鄰居 就一直在問說 柯智恩委員哪時候要去 因為他們很想跟柯智恩拍照 他們覺得柯智恩很常在高雄 所以他們已經習慣了柯智恩在高雄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接下來到喜歡 那個是不同階段的 我先習慣我才有喜歡嘛 可是我覺得現在柯智恩委員在高雄 是已經到達第二階段了 我已經讓高雄人習慣 我就是高雄大家的大家長 大家習慣我在這邊 然後進而我去喜歡你 我去支持你 所以我覺得這幾年來的努力 是絕對絕對是有加分的 那我很煞風景的在位英軍 那會不會這只是在藍軍的同溫層 我覺得藍軍同溫層 鞏固票源是第一步 鞏固票源絕對是第一步 第二步當然要突破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我跟你講你如果要用藍綠地板塊來分 那韓國瑜怎麼會上 2018怎麼會上呢 我跟你講我們高雄人沒有那麼政黨 真的不是這樣 台南比較嚴重 高雄沒有那麼嚴重 就有時候還是會站中間一點這樣 就是全民結構在改變 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開口啦 去不去啦 就覺得你這個人可以這樣 你說那個叫政黨嗎 不太適合 韓國瑜就是開口中的很重 對 那誰叫你要拋棄我們 拋棄選總統 回來就給你死了 真的就是這樣 高雄人就是愛恨分明啊 一股氣啊 對就是這樣嘛 他那個叫做萬邪啦 你韓國的 我沒實在你了 你總統來 你來幫我們叫 好啦 我給你相信 我也給你聽了 我給你打多少電話 對 結果靠腰 隨著外頭去選總統 氣死有了 真的就是這樣 就一口氣 真的 真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棗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稍為 保護完底 保護完整 保護完整 培驗 做 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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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